正在還押的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申請外出出席父親喪禮 有報道指懲教署拒絕批准 懲教署發聲明否認不近人情的批評 聲明指 留意到有關喪禮的日期、時間和地點 較早時被廣泛報道 網上亦有人號召喪禮當日到場支持 為保障懲教人員、在囚人士及公眾人士的安全 經保安評估後,決定不批准有關申請 廚方對在囚人士加人利勢深表同情 所以希望提供其他可行途徑提供協助 包括可以安排在囚人士以視像方式參與上來